四少奶奶, 你放了我一馬 明天大少爺還要查帳 行, 只要你答了我一個問題 我就不會再騷擾你了 那你說吧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女子 你教我 四少奶奶奶, 這件事 我聽過幫不了你 怎麼會?上次你教我做淑女 做得不錯, 是不是? 沒有失禮人 四少奶奶, 我們可不可以 保持一點距離 可以... 就是因為上次太精彩了 我被大少爺罵了一頓 幾乎提早告老還鄉 你知道就好 就是你上次教我教到半桶水 所以出事, 你有責任的 四少奶奶, 我求求你 你放過我 我明白了, 連白管家 你也幫不了我的話 證明我在方家已經沒了地位了 我這個排行阿四的 遲早都會變成下人 洗衣服, 煮飯 人情冷暖, 世派賢良 還不叫我回頭 是 其實做一個好女子 是呀, 怎麼樣 很簡單 怎麼簡單呢 我們可不可以保持一點距離 好 你聽著 是 四字缺 是 三從四德 所謂三從呢 就是在家從夫 出嫁從夫, 老內從子 至於四德呢 慢著 你可不可以說得實實在在 譬如說有沒有前人做例子 可以作為參考呢 孟姜女尋夫, 哭崩長城 不行, 我哪有這麼好內功 花木蘭代父從君又怎麼樣 不行, 仲女霸男裝上次 弄得七角這麼亂 楊比你大小罵死我都像 惡母像字又怎麼樣 是不是那隻拿著針 在背部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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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太殘忍了, 我做不到 提形救父吧 梁洪玉擊鼓退金兵呢 其實讓也不適合你了 老實說, 怎麼這麼複雜 是呀… 做一個好女子 最重要是持家有道, 相夫… 你明知道我跟她有名無實 何來… 是呀, 相夫不行 你可以教子的 是呀 我還是黃花閨女, 何來有子 那美玉和孝玉都算是 四少奶奶的子女 那兩隻是猴子 凡事則欲蓄得達 舉個例子, 四少奶奶 你的武功都不是 一朝一夕學回來的 那倒是呀 是嗎 看不看得到很大隻呢 是呀, 很大隻 是呀 快捐出來了 是呀 是呀 少爺, 小姐, 有甚麼看 長腳那裡有一隻很大的蟻 是呀 不是呀 是呀 大家看看 沒有呀, 哪裡有呀 好呀 怎麼搞的呀 有甚麼不好玩呀 糟了 是呀 長腳那裡好像有一個人面這樣的人 很恐怖的 真的嗎 是呀 帶我去吧 好呀 就是那裡了 哪兒 那兒 哪兒呢 是呀 裡面 小姐, 你懂得飛嗎 這些不是叫飛, 這些叫輕功 不過跟飛沒甚麼分別 很厲害, 你教我呀 聽說你們剛才找鴉叉射我 我們以後不敢呀 我們知道以後都聽了你 你說的, 用勾手指的 好呀 來呀 我們來了 好呀 小娘, 你醒醒呀 你不要死呀 醒呀… 你醒醒呀 你死吧 我小娘, 你騙人的 那你們現在知道被人弄固的滋味 是不是 以後還敢弄固人嗎 那我就乖了 想想我們還有甚麼玩 來, 坐下 如果爹有你一般那麼好玩就好了 他也不懂怎麼跟你玩 你們不侵他玩吧 他玩我的東西很悶的 他還說話不算數 怎麼不算數呢 他也不是這種人 就像去年一樣 我們養了一隻小鴨子 小鴨子有三種顏色 我們叫他小花 小花就跟我的名字一樣了 超越有 vär, 老婆 我看她是… 好耶 我明天 我這樣說 你吃了 給你一把 你吃吧 我這樣說 不太老 我其實知道 我們算是… 你吃了喔 我們不要太太 找得到 我來吧 我一直在做我做兒事 我做生意會不會太多事呢? 我做生意會不會太不貴 我做生意會不會太多事了? 我做生意會不能做生意 我這樣做會不會太多事呢? 我想幫美玉童孝玉, 不算多事 苗翠花這陣子的表現怎麼樣 四少奶奶這幾天循規報局, 沒搞事 沒跟兩位少奶奶和二小姐頂嘴 她曾經來找個小人 叫我教她學怎麼做一個好的女子 她很認真的, 所以小人認為她... 認為她甚麼? 我告訴你, 她越認真越要小心她 因為你不知道她下一步將會搞甚麼 還有,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做江山易改, 品性難移嗎 大少爺, 小人覺得她跟以前不一樣 有甚麼不一樣 我告訴你, 就算她這次是真的 不出三天, 三天之後 她一定顧太伏 這個方德真是活該 不幫你 這道...這道甚麼? 這道就是大少爺吩咐廚房煮的 酸豆角, 炒豆乾 簡直不知所謂 簡直傷失十萬八千里 小人會吩咐廚房 叫她以後煮好一點這道菜 始終她煮得好吃一點 說起來, 她還是一個優點 大少爺, 何必不直接跟她說 叫她... 叫她甚麼? 大少爺, 你以為我沒了她不行 你幹甚麼? 你把鴨子趕起來幹甚麼? 神祖樓樓樓弄得通地了, 鴨子 我怪你少煩我一次, 行不行 神祖樓樓樓, 別吵架, 替我看著她們 我還替你看著她們 米勇孝勇, 快進來 你們看看 鴨子, 鴨子, 鴨子 鴨子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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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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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買的 多謝 多謝 我們一起玩, 快點 你看看鴨子多可愛 喝茶, 喝茶 聖龍方采, 鴻頭真是... 鴻頭哥, 你千萬不要這麼客氣 本店也是小本經營 不過這次想麻煩鴻頭哥 你幫我運幾張貨 多謝... 張老闆... 是, 這次是貨少一點 不過要你幫忙 貨多貨少不要緊 最重要是蔡老闆你光顧 現在我們曹芳大小通踢 那就好了, 不過這樣 你分小小貨這麼多意見, 你很煩 阿弟幫不出來 那你想怎麼樣 我先走了 蔡老闆… 萬事有商量 方主, 我們先要以客為 有甚麼人說得好 那不是嘛, 運貨少少, 意見多多 他真是把我們曹芳死了 幫主, 你忘了大小姐那兩句戒嚴嗎 我一發真爛打 你一定是用這兩個戒嚴來得罪我 我又不相信我李巴珊 打不響曹芳的名字 幫主, 曹芳最近輕旺了 真的靠小姐這兩句戒嚴 這次不同的往日 不是每次講打講殺的 那... 乖女兒, 你回來了 蔡老闆, 你也在這兒 聽說你立了筆 一定是王夫益子上頂了 吃你貴言 是嗎 王老闆 你這麼容易了 你臉色好多了, 敲轉病沒發作了 沒了, 幸好上次只有你介紹我吃的藥方 差不多好了 那就好了 幫主, 你看小姐這陣子多活躍 甚麼也值得 當然了, 只要我關你開心 我曹芳幫主不威, 有甚麼所謂 我也威了幾十年了, 是不是 爹, 你今天有沒有發脾氣 沒有 聽你說大小通吃, 以客為專 那就好了 看你不用多久 曹芳可以像以前那樣風光 當然了 幫主, 今天那些貨都搞定了 阿寶, 你這麼辛苦, 讓他們做得了 過來, 坐, 喝杯茶 你現在是我得力助手, 坐… 幫主, 我不口渴了 甚麼不口渴, 看你整個額汗 快點說了幾乎 喝茶, 喝茶, 喝茶 是呀, 幫主, 我們約了馬老闆 時間差不多了 是呀, 說一下時辯都過了五百 我們走吧 慢著, 我一起去 大小姐, 你剛回來不如先休息一下 是呀, 又沒甚麼事要談 那個馬老闆的貨已經給了謝老三做 跟我們有甚麼事要談 我們走著, 走著 我們走著 小姐 小婚奇, 我也有來 談生意… 談生意的嘛, 我不來怎麼行 爹怕你辛苦嘛 阿虎幫我忙, 怎麼會辛苦 李小環說出來打理你重複 就是呀 他算不知醜, 被人混過去瘋人院 是呀, 別說 阿楓, 把他抓出去 是 你們三個說甚麼 走, 走, 走 走呀, 你們走吧 走… 大小姐, 他們… 把嘴巴在人家那裡的嘛 要說就隨他說 你能打得多少呢 你又知道 好, 胸懷廣闊 果然是女中豪傑, 馬貌佩服 申訴, 馬老闆 你親自約了我們出來 不是聊天這麼簡單的了 有甚麼事, 你坦白說 總之, 我就要倒杯茶向你們道歉 馬老闆 當初佳因我一年之差 把你運的貨給了謝老三 誰知道他說得我走投無路 我真是後悔 謝老三每次當我趕旋旗的時候 就吊起來賣, 要加我貨價 我賺賺賣也不夠給他 我打算不用他了 他居然說不行 又哭打哭殺 你說是不是趕到我沒路走呢 那他不是幫你運貨 他只是做賊 不是呀 馬老闆, 你可以放心 這件事我們會幫你擺平 可是你以後的貨 以後的貨當然交給你們運了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你們倆倆借手借腳, 搬到甚麼時候 公主, 這些全都是光眼, 很容易打的 我們現在是負責貨運 有包丁貨不破了嗎 不要說那麼多, 快快出去 每個人都是食生米 謝幫主 你們倆來幹甚麼 沒有, 想找你來談馬老闆的事 就憑你們倆 不如叫你爹來見我吧 這麼小的事不用勞煩我爹 相信謝幫主你也知道 甚麼是有強嫖母局賭的 曹雲的規矩一向都不勤迫客人下貨的 你這樣做就破壞規矩了 是呀, 馬老闆的貨都在這兒 你夠膽的就拿走 那得罪了 是呀, 是呀, 是呀 謝幫主, 馬老闆的貨就要我們運 你沒問題吧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又多兩條船貨給我們運 阿虎, 你是行的 幫主, 其實不關我的事 全部功勞都是大小姐的 我從旁幫忙而已 我就是最喜歡你這種性格 又不認第一又不貪功 我越來越喜歡你 阿虎, 過來坐下, 我有話跟你說 甚麼事啊, 幫主 是呀, 叫你過來坐就坐吧 過來吧 你覺得我的女兒怎麼樣 幫主, 你所說的是哪方面 那當然是各方面 好呀, 我反過來問你 她有哪一件事不好 沒有, 大小姐沒有一件事不好的 那我就沒問題了, 你喜歡我的女兒 沒有呀, 我沒有非分之想的 你先口一句, 心一句 不是呀, 幫主 其實大小姐不會喜歡我這種粗人的 看你不出貪, 這樣也不敢承認 承認了就死了 這兩三個月來 你跟我女兒每天都出雙進去 不是呀, 幫主, 我還沒說過 我還沒說過 我告訴你, 我女兒沒有多喜歡人的 你有機會的 不過這樣, 你一定要夠膽爭取 要不然大羅神仙也幫不了你 你好自為之 幫主 小姐 其實我也很想找到一個 像你這麼幫得來的女婿 打鐵趁熱, 要不然蘇州過後 就沒聽回答了 想清楚吧, 我就喝酒了 小姐 霜兒, 我給你一件披肩給我, 霜兒 霜兒 小姐, 你叫我嗎?小姐 小姐, 你怎麼突然又拿出玉貝 你現在還想念它 你幫我扔掉它 扔掉它? 小姐 你一向都很喜歡這塊玉貝 為甚麼現在要扔掉它 你扔掉它 我不想看見這塊玉貝, 聽不聽到 那我扔掉它 小姐, 我先出去 對不起, 雙爺, 大小姐是不是在裡面 你有緊要事找她 我... 她心情不好, 發脾氣 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 這塊玉貝她最喜歡的 可是現在竟然說不要 你知道嗎 這塊玉貝是打雷台的時候 廟大石送給她 可是現在竟然扔掉它 這塊玉貝, 我也不明白為甚麼 說嘛 是呀, 如果你沒甚麼重要的事 你也不要煩它了, 你免得 我...我明白了, 不妨礙你去做事 不用客氣, 我先去做事 能悔結尾, 早消怨氣 全仗那千千起帳, 雙見行有棄 喜著坐關一帝, 確是無窮而起 銀河隔著雙性, 全行種著仙氣 老夫人想吃糖水 我叫她們準備一下 坐下 老夫人要紅棗雪甲糕 是 二少奶奶要冰糖燉雪兒 好 三少奶奶要紅豆沙 三少奶奶要紅豆沙 我要蓮子白鴨燕窩 四少奶奶是你的 是呀 放在這裡 是 可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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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沒甚麼世藝 是呀 大個女兒懂得想 你嘗嘗 乖, 你吃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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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漂亮呀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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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小矮人一樣 好, 當然了 你知道這是甚麼部門? 是大筆你用火輪船 混過來的 造西裙 真是要把你放在這裡 是啊 我就叫那個部門老闆 全部放在這裡 全都放在這裡 全部放在這裡 太漂亮了 小姐, 我也要做一件 我們三個就要去做個派地好不好 我幫你選一件 好… 來… 自靚那件 自靚的那件 我收起來了… 來, 這幅沒那麼濕 適合阿梅 這幅適合你, 這麼熟口味 不是, 會適合你 不是呀, 我煮白的衣服 都是這些布 怎麼會呢 怎麼搞的, 你看你現在的樣子 很高貴 我是龍泉灣 真的嗎? 是呀 我試試這個去看 我喜歡這個 小姐, 給阿花 你跟他很熟嗎 現在 我不認識他的 他呀, 別管他 上班又帶他去嗎 那個怕地兒, 不適合他的 就是呀, 他現在被姐夫 打進冷宮 怕甚麼地兒, 怕房子也怕 聽著, 選寶就趁快了 要不然姐夫在外面回來 是呀, 看到我們在選外面的布 不光顧方龍號 姐夫不高興的 是呀 誰不高興 上班 姐夫 上班 選布做衣服嗎 沒有呀 還說沒看見 那些布是從店裡拿回來的 是呀 是呀 上班, 其實不關我們事的 另一支布是二夫倆叫外頭的人拿來的 這些是洋布 說好我們自己的小小 是呀, 好小小的那麼多 姐夫, 小小的 甚麼大件事 方家的人不一定光顧方龍號 真的嗎?上班 是呀, 管家的人不多過這些來老布 是呀, 這些… 這批料不是我們方龍號那批刺貨 不是吧 甚麼不是 怎麼說 你…你看不見甚麼 這麼大個頭子寫著 大不烈瘋, You care, You see Kid, 這樣的布會拿回來給我們的 不是蓋著方龍號 大姑 怎麼這麼多責任 豈有此理 大不烈瘋的洋布很划算 一兩銀一尺 一兩銀一尺, 要不要賣這麼貴 大姑, 你真是坐大火船來的 不是本地貨坐木頭車來的那一隻 我先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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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大姑, 我這個大把 隨便一大把貨 方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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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官家, 不敢坐檔 你… 方老闆 大小爺, 小心 你把我們方龍號的布 當楊寶賣給人 忽靈騙人的 方老闆, 我們還要做生意 如果你不滿意我們的布 大可以不要光顧我們 為甚麼要刮楊頭賣狗肉 就是你們方龍號的布 讓我們當楊寶賣, 是不是 方老闆, 你也知道了 現在有兩個前的人都要用楊寶 他們貪他的質地靈 對, 款式好 那些金送羊 摧嚴附勢 聖河體統 簡直不知所謂 方老闆, 那就別這麼說了 事實那些羊貨比本地貨好多 如果有得選的 那些人當然是選好的 現在人人都是這樣想的 為了店頭的生意 我沒辦法不這樣做 方老闆, 你何必這麼濕著 在商言商 你們的布有我們買 我們的布有他們買 用甚麼招牌, 又何必這麼濕著 是吧 你好 你好 師爺, 看著他們兩個不要讓你出事 我會的, 姐夫 放心 我們沒事的 你放心 姐姐 你看, 他們多羨慕我們 每個人都看著我們 當然我們今晚特別漂亮 謝謝你, 二姑娘 別客氣了, 真的 濕濕了, 我想了一個月了 謝謝你, 你很辛苦了 怎麼搞的, 二姑娘也沒幫你做這件事 不行, 翻風了, 我怕會凍傷了氣管 你知道她多餓了 吃東西 吃東西 是不是肚子 吃東西 還去哪兒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怎麼回事 這麼快, 我有穿褲子 你裝上糖褲子嗎 當然 幸好有穿褲子 為甚麼你這麼穩固 當然了, 我穿到糖褲子 你不是吧, 你這樣也行 你怎麼不告訴我 我怎麼知道你這麼笨 我穿不到你穿褲子也穿到鞋子 很痛, 跌倒我 不怕了, 吃東西吧, 來 吃東西 好 有甚麼糖嗎 沒事… 沒事 Mr. Robinson, 在那邊 Mr. Robinson, How are you? 方老闆, 你怎麼這麼遲 Mr. Robinson Mr. Robinson Mr. Fong, Your partners are so beautiful 他們也算 Thank you, Thank you So exquisite Thank you, Thank you 方老闆, 沒見很久了 方老闆, 沒見很久了 方老闆, 你怎麼回事 還有老闆 你過去聊吧 好死的, 你好大條 你這麼失誤 你怎麼這麼不吃 你怎麼這麼不吃 你怎麼收不太 我們呢 我們呢 他說你們沒有我這麼漂亮 不過多漂亮一點 他也沒有眼光 不是 我這塊布料 特地在倫敦找師父跟我選的 又軟又滑 我這一幅也是 說說說 那些西洋布 怎麼比國產布多多聲呢 是啊, 那些國產布料又粗又粗 穿到我的皮膚都損傷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洗完之後又縮水 又沒有彈力了 知道嗎 為甚麼人們這樣都可以穿上燈子 我們一定是國產布 我們一定是國產布 讓人知道生死了 不怕了 人家又看不到我們的招牌 不怕 你叫人家瞎了嗎 瘦了嗎 一看就知道是國產布 幹甚麼 臭死人了 國產布有甚麼不妥 好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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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不妥理你們 身為大清的子民 為甚麼把國產布左彈右彈 被人彈 還搏嘴 怪怪的布 就是叉唇不夠美 藍燈大雅之童 你... 楊布就不妥 除了品質好, 內容之外 也會給人一種名貴的感覺 是嗎 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 說到名貴 你們楊布就遠不及我們中國出產的詩 我們中國在五千年前 竟然懂得養殘取詩來做生 在千多年前 詩裡有人把詩運到你們歐洲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歷史又搞有如何 簡直不堪一擊 我扯得不好 是啊 好, 我會證明給你看 你今天看到的不是真的 霍老闆, 你要如何證明 我用國產布和你們洋布來比試 好, 跟他拼過 我們一定贏的 有意思 有意思 好, 我們就來一個大比試 一言為定 你準備輸吧 輸了 輸了 大少爺 這幅是純情布 是用天然的棉花紡織布 看來好像很密 其實沙線之間有很多空虛布 吸水力又強, 又夠彈力 用它來做衣服 耐起來又內容, 又舒服 全國只是我們方龍土 才有這麼高的技術做出來 大少爺, 有了這幅布 不用怕我們鬥不贏洋鬼子 大少爺, 你怎麼這麼擔心 說明貴, 我們有詩 說實用的, 我們有這一筆 但是說到技術 我們始終既不如人 以我所知 英國人在幾十年前 已經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器 但是我們到現在 都依然停留在手動機器的階段 你知道嗎? 這次我一定不可以輸 因為我怕輸 我怕我親手丟去各人的面子 大少爺, 一天沒比試 一天都不知道輸贏 怎麼可以這麼沒來鬥之呢? 話雖如此, 這次我始終要贏 我一定要贏 孫子兵法有魂 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 要贏洋人, 首先要了解他的技術 誰最清楚洋鬼字? 阿師... 二姑 他畢竟是在英國國學 不認識多也知閃 全對 阿師父, 你們出去嗎? 不是...我剛剛想想 我找了很多有關西洋紡織的書 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你們呢? 我就是想你幫我這個忙 二姑娘, 你真是了解大少爺的心意 全都是洋文 有我嘛 是呀...坐下慢慢說 好 我幫你們沖茶, 快去... 這個, 這個是英國人發明的 叫做織布基 織布基 我還想知道他們織出甚麼布是最堅韌的 最堅韌的? 我去看看 好啊 最堅韌的呢? 這裏他說是...叫織布 織布? 有兩條經線和毀線織成的, 所以就這麼堅韌了 甚麼叫織布? 這就是織布 我還想知道我們有甚麼布可以跟他比味 那...先看看 先喝杯茶 謝謝 你幹甚麼? 阿玉, 你脫了鼻子 美玉又脫了你的耳朵 我們去那邊玩吧 你們倆為甚麼這麼晚還不睡 在這裡吵緣巴閉 沒有, 算他... 我想他們兩個這麼小 不關他們的事 你也是的 這麼大人為甚麼陪他們瘋 聽著, 不准再吵緣巴閉 快點回房睡 不用了 我們回房睡吧 黏了眼耳口鼻子 來 你們知不知道 你爹有很重要的事在犯著 不要這樣 來…我們進廚房 吃糖水和爹粉 好啊 好, 吃糖水和爹粉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弄醒了你, Sorry 天亮了 是呀 天亮了 是呀 我們要趕快點時間 因為今天有很多地方要去的 因為今天有很多地方要去的 真是阻礙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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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大少爺, 這間 你說全國省城最韌的布就在這裡 不僅是全國省城 簡直是全國, 最韌的就是這間 你是好說的罰管家 不是很早就帶人來買這些地方 骯髒腦筒 姑娘, 全國的船 都在這間百年老舖做飯 飯不夠韌, 船怎麼出海 不是 阿師父, 這樣吧 你怕骯髒, 你在這裡等我們 我和白管家兩個就進去 不, 我又要去, 姐夫 姐夫 好了…進去吧 好… 這就是最韌的布, 是不是 沒錯 紀賴 白管家, 甚麼風吹你來我們和郵程 程老闆, 他就是我家主人 方大少爺 方老闆, 九陽九陽 程老闆, 有件事我想幫你幫忙 難得方老闆這麼爽臉 來我們這個狗鬥 怎麼招呼了鬥 快點拿翁蕩來招呼方老闆 不用管 實不相瞞, 方某這次來是有事相求的 方某和洋人打倒的事 我看程老闆你也略之一二, 是吧 略之一二 我這裡有一塊布 是想讓程老闆你看看的 楊帆布, 六十四針 英國利物寶創出的 程老闆果然是大行家 一看就知道那塊布的來歷 厲害… 對了, 你是真的嗎? 楊帆的地方名字你也認識 這隻楊帆布搶了不少生意 他化了灰, 我認得他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自從這個楊帆 進入了我們大清國土之後 人人都貪它夠銀, 夠輕 我們這間百年老舖 早就要倒閉了 楊帆布真的比土布好嗎? 說真的, 說輕, 我們真的不及它 但是說到銀 我們同友情的右布未必會輸給它 這樣就行了 你幫我做一塊比楊帆更硬的布 你不是沒有把握嗎? 不是沒有把握 照我所知, 方老闆每年都在華北那邊 運一大批麻料來廣東麻料 要用最硬的郵報 一定要用到最好的麻料 是萬中簡一 我想親自去挑 這層絕對沒問題 只要贏到楊帝子 我們方家的麻料要多少 就隨便拿多少 那最好呢 小心… 楊姑娘, 你的手怎麼樣? 沒事… 沒事… 你們怎麼放那些布? 還不發女的奴婦 讓我過來給你這位小爺爺 不用客氣了 姐夫, 我們還沒趕時間 去找最輕的司機 你是不是真的沒事? 不要 真的沒有? 真的 程老闆, 由我報的事就拜託你了 方老闆, 你放心 我保證你贏得漂亮的 請請 請隨便參觀 蠶這麼肥大 積出來的絲一定會很漂亮 是呀… 是呀… 張老闆, 你拿積好的絲給我看看 好 真的很肥大 方老闆, 請隨便 果然很貨色 不過不是很輕的 你有所不知 如果太輕, 絲線就會疏 做出來的衣服就不耐用了 不耐用不要緊 因為我根本不是用來做衣服 我只要最輕的絲 最輕的絲? 有一個人可以幫你 是嗎? 師父, 你不是說帶我們去找最薄的絲嗎 為甚麼你帶我們來吃四川粉精肉 既然來了, 問一下也沒辦法 請問這位是不是黃麻子 是呀, 客官 想要多少龍 你誤會了 我們不是想來吃粉精肉 是想找最輕的絲 最輕的絲? 是嗎? 那你沒找錯人 我黃麻子買了二十多年粉精肉 每個人來這裡都是叫食物的 第一次有人來這裡是不是叫食物的 不過… 黃大叔, 到底你是不是有最輕的絲? 是呀, 有 最輕的絲就是 你很高興 好, 那我已經看到了 我的事實上 十分有死 我長不在家長 他等我 他唉, 我想說 你怎麼你 不順大 我告訴你 今天這麼久了, 是呀 你知不知道, 怎麼回事 方家規矩, 未時開飯嘛 現在也有新事了 對了, 太麻好像罰我沒位子坐 我夾進房間吃 不是, 太麻不是說你昨天的刑期滿了嗎 你有位子坐, 你忘記了嗎 是呀 坐下吧 坐下, 坐下 相公還沒回來, 一個月也不准吃 好呀, 回來了 走一天, 這麼餓 餓了, 吃飯, 快點吃 好, 吃飯… 吃飯, 吃飯, 吃飯 乖了… 吃飯, 相公 你看你吃得這麼猴, 最緊張 你看你一嘴巴都是汁 謝謝 你一嘴巴不等你吃飯了 有甚麼好消息要拿回來嗎 當然有,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師父 那個師父是在做的 不過說你一定不會明白 是呀 總之, 今次我一道我把握 楊那個楊鬼子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最好說的 說呀 你現在很想姐夫輸了嗎 說實話, 我這個粉蒸肉真的很特別 是呀… 甚麼粉蒸肉 是一種特別的小食 剛才我們試吃的不知多好吃 姐夫 是呀 你怎麼不帶給我吃 吃甚麼 吃甚麼 看我的名字不好吃得去哪兒 古靈精怪的 又粉又肉, 肥腫腫腫腫的 相公 吃個貴妃雞, 我特地叫廚房做的 你真是知道我心願不想吃多久 我們心有靈犀 阿篤, 給我一碗湯 小姐, 不關我事的 很痛呀, 姐夫 小姐, 你怎麼做的 剛才你跟他報廠, 你忘記了嗎 剛才我問你, 你說沒事 那現在人家很痛呀 老公…大師爺, 你不是說在後面 馬上給我老公來, 快點 你不用緊張呀, 姐夫, 用甚麼 你沒事吧 沒有 我幫你, 我幫你抓他, 冷靜一點 沒那麼痛 好呀… 好痛呀 好痛呀 謝謝, 姐夫 就行了… 姐夫, 不是你 我明天找個大夫回來幫你看看 不用呀, 你千萬不要幫我找大夫 不用呀 不是呀, 傷口很容易腫爛 還是有疤, 想找人要也很難 沒有人要, 還好 你不是拿瘋了, 葉姑娘 你瘋了, 我還沒瘋了, 你知道嗎 這個傷口, 姐夫間接造成的 如果真的有疤, 沒人要了 那他就...他就會內疚一輩了 當時他不養你過世都不行了, 葉姑娘 你多事過了 看見大夫人生, 我們知道你 願心過, 前淚默默忍到前路 暴風暴雨, 到一起走過千崖路 夜, 淨風高, 望望是偏地風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